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皮卡 又看了看李哲 说 李哲来吧 李哲来当领唱 李哲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皮卡 皮卡猛地扭了过头去 哼 都快哭了 这时候 李哲走到了那个最显著的位置上 小胸脯一停 腰板笔直可神气了 可是皮卡这边就是不看他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个领唱吗 在接下来的排练中啊 皮卡 注意力老是有点不集中 秦老师提醒了好多次 停啊 这段停 我发现有些同学在唱歌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 这段咱们再来一遍 预备 唱 随着排练次数越来越多 皮卡也慢慢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他终于能接受李哲是领唱这个事实了 但是啊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 李哲正在竭尽全力地拼命地大声唱歌 忽然有一个东西不踏一下从他的嘴里掉了出来 咕咕咕咕 滚到地上 哎呦 牙 哪儿呢 哪儿呢 什么 还真是一颗牙 这是谁掉的牙呀 老师 老师我知道 我看见是谁掉的了 皮卡眼尖早就看出来了那颗牙的出处了 哎 这个时候就听李哲说 那个那个牙是我掉的 掉了门牙以后的李哲呀 唱歌的时候可把大家给笑喷了 他漏风 秦老师也忍不住笑了 哎 但是笑完之后叹了一口气说 李哲呀 李哲 你说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掉牙呢 而且还掉的是一颗大门牙 这怎么办呀 怎么当领唱啊 要不然这么着吧 皮卡 你来 你来当领唱啊 李哲你们换一下位置 谁让你掉门牙的 没关系啊 在李哲和皮卡换位置的时候 他们俩互相对望了一下 李哲眼睛里分明有一层薄薄的泪水 可是皮卡可神气了呀 他终于站在了那个最显著的位置上 可骄傲了 排练了好几次以后 他就觉得无论他走到哪儿 都像在舞台的中心一样 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 他忘了自己也是有门牙的了 而且自己的门牙也是要掉的 有一天早上 他不小心舔了一下门牙 哎呦妈呀 心里咯噔一下 坏了门牙松了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呦 他又紧张又害怕 恨不得天天能用手扶着那颗门牙才好呢 爸爸妈妈 他觉得这孩子挺奇怪的 皮卡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连自己最喜欢吃的大棒骨都不动了呢 皮卡的哥哥皮达一语道破说 嗯 妈 他不就是那个 嗯 怕那个丢了这领唱的位置吗 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安慰他说 没事儿儿子 我就是一领唱嘛 咱不领就不领呗 我不 我就是要当领唱 我就是要当领唱 皮卡特别特别想当这个领唱啊 但是门牙一天比一天松动的厉害 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和门牙有了一个约定 门牙 门牙 哎呦 舅舅你一定要 一定要在比赛之后再吊呀 如果你要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我就给我妈妈要一块布 可不是普通的那种布啊 就是那种特别柔软的 像绸子一样的布 把你包起来 我到哪儿都带着你 我要带你一辈子 皮卡就这么着 和这个门牙约定了 但是因为心里老想着门牙 这个回事儿 排练的时候老是无法集中精力 秦老师忍不住了 过来跟皮卡说 皮卡呀 我发现你这几天唱的不是太好 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怎么发挥的状态 越来越差了呢 老师相信你啊 加油孩子 集中注意力哈 啊 李哲呢 站在后排 双手抱胸 就这么冷眼的看着皮卡 小皮卡 嗯 竭尽全力的 不去想门牙这回事儿 认真的唱 努力的唱 又回到了他巅峰的状态 所以这天排练完回家 他特别高兴 一蹦一跳的就进门了 进门第一件事儿是干什么呀 照镜子 哎呦 看看人文牙 嗯 行 大家还挺好的 嗯嗯 不错 这时候妈妈就出房炒菜了 应该是炒得辣椒特别呛 忽然一阵这个特别窜的味道 直接窜到皮卡的鼻子里了 但是没忍住 啊 啾 打了一个大喷嚏 门牙 当的一下像子弹一样 棒撞在镜子上 咕噜咕噜咕噜 滚到了地上 妈妈这么炒菜呢 怎么了 什么声音这么大呀 哎呦 过来看一下孩子 怎么了 皮卡 妈 我门牙掉了 哎呦 你看看这个 这怎么办呢 我门牙掉了 门牙怎么掉了呀 门牙 你这个叛徒不是说好的比赛之后再掉吗 皮卡又气又急 一把抓起了那个门牙 一把抓起了那个门牙 跑到他们家窗口 推开了窗子 一松手 把门牙从十二层楼里 那个窗口给扔了下去 不过好在呀 在比赛之前不用排练了 所以皮卡只要瞒住这两天 他就能站到那个最显著的位置上 于是皮卡决定 这两天谁说什么他都不张嘴 第二天上课了 老师请皮卡回答问题 皮卡同学 请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皮卡 皮卡说话呀 皮卡 这到底等于你挤呀 可是不管老师怎么启发 皮卡就是不说话 皮卡你捣乱是不是 皮卡还是不张嘴 行 不说话是吧 不说话那就站着吧 不要耽误其他同学的时间 好 我们其他同学继续上课啊 就这样 皮卡呀 咬紧牙关 站了一节课 课间休息的时候 大家都在走廊上玩 看去远处有一个小男孩 因为跑得太快了 呱唧一下掉到一大水坑里了 哎呦 摔得浑身是泥 还没爬起来 呱唧又摔倒了 结果小朋友们都笑喷了 太逗了 皮卡也没忍住 扑斥一声 哈哈哈哈的张开嘴大笑 这时候李哲突然喊了起来 哎 哎 皮卡 你牙掉了 皮卡的门牙掉了 皮卡一下惊呆了 所有的人都看向他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是李哲这个时候 像小疯子一样 又叫又跳 嘿 皮卡的门牙掉了 皮卡的门牙掉了 哈哈 于是呀 他跑到整个校园里 几乎要告诉所有的人 皮卡的门牙掉了 秦老师也知道这回事了 赶紧跑过来 说 哎呦 皮卡 快快快 张开嘴上 秦老师看看 怎么回事啊 这事 哎 你说这也邪了门了 让谁当领唱 谁的门牙就掉 这怎么办 也马上就要比赛了 哎 这天放学回家 皮卡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自己没有办法当领唱这回事了 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伤心 皮卡的爸爸是个作家 晚上都十点多了 还在写小说 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停住了笔 就给秦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哎 哎 秦老师 我是那个皮卡的爸爸 是这样 就是你们合唱团领唱的这回事 我觉得咱们能不能换一下思路 就用缺了门牙的孩子当领唱 这个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哎 秦老师那边好像被启发了一样 说 哎 作家 作家 您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我是说呀 咱们就用缺了门牙的孩子当领唱啊 你看看 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奇妙无比呢 哎呦 秦老师激动的呀 快把电话给砸了 第二天早上 合唱团集训 秦老师宣布 由皮卡和李哲 共同担任合唱团的领唱 仅仅经过了两个小时的磨合时间呀 这个皮卡和李哲 还有其他48个小学生 他们的声音就配合得天衣无缝 他们以无可挑剔的表现 获得了一等奖 奖杯金灿灿的 但是皮卡好像并没有因为获奖 而显得那么的兴奋 表演结束 他回家的时候 把书包往那一扔 又登登登 跑到楼下去了 在草丛里呀 不知道在找些什么 没有人知道皮卡在找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呀 爸爸和妈妈的心里 都微微的酸了那么一下 好了小朋友 我这个门牙门牙的故事就讲完了 你们还喜欢吗 喜欢 谢谢大家